我們剛剛講的這種資訊攻擊 就是會讓台灣變得更對立更亂的這些攻擊 大部分都是從空中來攻擊 第一個就是那種網紅模式 那個網紅模式大部分都是製造完全虛假的新聞 然後是趁重大事件的時候所出現 另外一種就是網路模式 但網路攻擊模式它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種 但大部分也是藉由一些社群媒體的操縱 然後讓這個議題打入到台灣的言論自由市場 這是第二種 那現在其實還有第三種 就是這個問題其實所問到的 難道全部都是這種空中的攻擊嗎 但其實不是 因為大部分來講當然一般人的想像 就是空中會有資訊很多丟過來 丟過來之後再進入傳統的媒體 然後傳統的媒體到之後 整個爆發出來之後就影響到我們的想法 這當然是一種很常見的手法 但是其實呢 中國做得最好更多的手法 其實是屬於地面手法 什麼叫地面手法呢 大家想像我們在之前講過俄羅斯 俄羅斯在操縱美國選舉的時候 它不是創了很多粉絲團 那創了很多粉絲團之後呢 在粉絲團先取得信任 取得信任之後呢 然後再散播一些假消息進去 那其實你就可以想像 中國在我們台灣沿海就已經一堆粉絲團了 已經有很多地面本來就跟中國關係非常密切的粉絲團 而且是實體存在的社團 所以對中國來講 如果要做這些相關的資訊攻擊 更方便的方式就是透過這些地面本來就已經有的粉絲團 也就是社團 然後去打一些偏頗的訊息 在進一步打這個所謂的假消息的時候 它其實力道會變得更匈牧 因為這些每一個每一個台灣 就是所謂的這些粉絲團 它本身都有很強的那一距離 它的信任感其實是非常強的 所以這邊其實就是大家常聽到的所謂統戰的滲透 中國從1949年做統戰做到現在已經做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我們地面上已經被滲透得非常的完全 這是任何其他國家都不會遇到的現象 第一個就像所謂的林里長 林里長很多都是跑到中國去交流 然後到中國交流之後 他回來之後他就會成立相關的 因為里長本來就有自己的社群 所以在社群裡面 他就可以散布很多偏頗的訊息跟假消息 再來另外就是我們的宮廟系統 我們的宮廟系統其實在轉型的時候 很多小的宮廟其實是缺錢的 所以當中國的錢進來之後 很自然而然的就收買 那宮廟其實對地方選舉的影響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這各位應該也知道 那更不要講說我們台灣的黑島 台灣的黑島比較大的 像這些像竹聯 像天道盟 還有像四海 像這些比較大型的黑島 很多都有滲透的痕跡 那更不要講一些比較明白的 譬如說像這個竹聯邦 那後來很多跑到統促 統促黨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都跟中國的現有關係 那剛剛講的是大型的黑島 那還有小型的幫派 小型的幫派在地方上可能不會超過30個人 有時候甚至只有20個人 他們也會有他們自己的群組 那他們的錢來自於哪裡 很多有可能是大型黑島的白手套 或者中國藉由台商的方式 去給黑島一些地方型的幫派 一定的金錢來做收買的動作 這些每一個每一個都變成中國的粉絲團 那剛剛講的是一些比較生活上的 那更不要講我們平常學校 學校有多少的老師 頻繁的跟中國做接觸 那這些老師頻繁跟中國做接觸的時候 有時候兩個月就去一次 三個月去一次 而且會遇到他們統戰部的人 然後回來之後 像現在我們蒐集資料 就已經有看到 甚至有學校的教授 教研究生 在課檔上去蒐集台獨分子的名單 那這個台獨的分子名單是要給誰 以往在蒐集台獨分子名單 最早的是愛國同行會 是屬於比較地方性的社團 現在連學校的老師 都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其實是蠻卑鄙的 那再來還有說所謂的中青會 還有同鄉會 就是說你這邊的姓 跟這個中國的姓是一樣的 那我們那邊去過來這邊交流一下 那他們在交流的過程 當中都是用非常非常低價的手法 甚至有時候甚至是免費的交流 然後你到中國就會遭受到高規格的接待跟招待 然後最後可能吃這個五星級的飯店 住五星級的旅館 然後到最後其實就是變成他們的統戰的一個 統戰的這個團體 那還有這個社區的發展會也是一樣 那最後還有所謂的台商 台商很多回到台灣會成立什麼 創業的群組 那成立創業群組告訴大家說 可以來中國發展喔 然後呢你是我這邊認可的人 然後我只要稍微在這邊訓練一下 就可以送你到中國 然後讓你有100萬的投資的機會 等等之類的 那這些都會形成很多在地的群組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我剛剛講的 中國長期以來在我們台灣的社會 已經成立很多大大小小的社團 那這些社團最後都會變成 偏頗訊息跟假消息發動的第一個單位 所以怎麼做呢 譬如說在這些交流的時候 交流的時候就會成立很多微信 那微信的這些群組 微信的群組 微信在台灣使用應該有300多萬人 所以這300多萬人的一些微信的群組 本身就可能會是假消息 或者說我剛剛講的偏頗訊息 第一時間接收 那第一時間接收之後呢 像在裡面譬如說教授或者說台商 他們在裡面一定有橫跨其他的LINE群組 有可能是他鄰里的群組 有可能是他小孩在學校之間 老師的群組 各式各樣的群組都會有 所以橫跨這些微信群組跟LINE群組的人 就會更進一步再把微信裡面 收到的偏頗消息發送到LINE裡面 那LINE通常存活的時間比較長 會比微信再長一點 而且它所觸及的人數更多 因為LINE在台灣有超過千萬的使用者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地面的一個方式 謠言就這樣散播出來 所以有很多的例子 我舉個例子 像之前就有一個 你要說假消息也可以說偏頗新聞也可以 就是他告訴 在群組裡面告訴大家說 如果今天我們跟中國統一了 那麼我們人民幣跟台幣呢 會變成一比一 那一比一的意思就是 假設你今天存一千萬的台幣 到最後會變成一千萬的人民幣 其實很多人相信這樣的一個謠言 那這個謠言當時是怎麼出現的 其實一開始還跟群組沒有關係 一開始就是我剛剛講的各式各樣的團體 都會去散播這樣的訊息 所以你今天呢 在宮廟門口 翹著二郎腿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就裡面的人 住持跟你講說 這個以後人民幣跟台幣會變成一比一 你去菜市場的時候呢 這個鄰里的人跟你講說 我有聽到這個消息喔 說統一之後可能會一比一喔 你去里長那邊參加活動的時候 里長跟你講說 這個以後可能會變一比一 所以光是你在日常生活的謠言 就已經告訴你這樣的一個資訊就是 如果你跟中國靠在一起的未來 到底有多美好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後來 像大家知道去年 有這個所謂的499之亂 所以變成大家都是隨時隨地 可以去更新你的LINE群組裡面的訊息 所以除了我剛剛講日常生活 你會接收到這樣的資訊之外 你連手機拿出來 LINE裡面一點開 就一個圖文告訴你說 中國即將要跟台灣統一 統一之後人民幣跟台幣一比一 或者甚至更進一步跟你講說 台灣軍公銷因為年改而受害 但是年改受害 大家不用擔心 中國已經願意支出 140億美金來填補軍公交的損害 像這些訊息都不斷不斷的 在這些地面的群組散播 然後再藉由我剛剛講的 他們的LINE群組裡面 做更進一步的這個 鞏固他的這些思想 那這些思想其實會變得很恐怖 是因為如果我們都只是各縣一個一個 來追查這些所謂偏頗訊息或假訊息的散播 你會看到他每一個的觸及率其實都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高 那為什麼是因為群組本身都不會那麼的大 那群組如果沒有那麼大的話 他觸及可能就是300人 觸及就是500人 但是他可能在200個群組都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可能去滲透 或者不可能去加入到那麼多的群組 所以我們永遠都不知道說 他到底impact有多大 但我們可以知道的事情是 他們針對不同的群組 就會丟這種不同的偏頗訊息 而這個完全都是從地面打出去的 那這些模式就是地面滲透模式 地面滲透模式還可以再跟我剛剛講的空中模式做結合 因為地面模式大部分來講都是傳圖文比較多 就是大家常講的長輩圖 但是很多時候現在大家也會丟文章 那丟文章 那請問文章生產的來源在哪裡 那就可能跟我剛剛講的空中的那個內容農場有關係 也就是空中的內容農場 他可能會製造一些比較感性的一些軟寫手所寫的新聞 那專門寫這種新聞跟內容 這個是有內容不是只有改標題 這種內容寫的稍微比較偏頗 但是又訴諸感性的文章 也是有在中國網站有報價的 那他們寫了這些文章之後 他的目的就不是說我剛剛講的什麼 傳到政論節目讓政論節目去講 不是 他的主要的目的訴求就是這些地方 不管是公廟的群組 這個中青會的群組 里長的群組 學校老師的群組 他的目的是要在這些訴諸感性的狀況之下 讓這些地面的群組 大家平常接到LINE裡面的新聞 就會看到這些比較感性的文章 然後裡面就是會告訴你說 跟中國統一到底有多好 或者攻擊你現在的民生制度 攻擊你現在的經濟制度 攻擊你的外交體系 所以這種地面生透模式跟控制 是有機會來做結合的 而且結合的方式在認知心理學 會有各式各樣的方式 他也有可能先打一個大議題在空中 然後在地面幫你來鞏固 或者利用心理學的可得性偏誤 在地面先打出去 先製造某個框架 然後讓空中打出某個新聞的時候 大家就習慣用那個框架去理解新聞 所以他裡面的那個合縱連橫 非常非常的複雜 但是如果這個對商學院的朋友聽起來 或者對心理學的朋友聽起來 大概就可以很清楚說 他們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所以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我們要講的網紅模式 這個比較是大家熟悉的關係機場事件 第二個就是這個網路攻擊模式 社群媒體模式 它最主要是利用Facebook的一個社群 然後一樣影響到所謂的政論節目跟新聞 那第三種就是所謂的地面滲透模式 這種地面滲透模式就是 根據我剛剛講的老師、鍾青會 老師很多是大學教授 然後還有這個宮廟、社區發展會等等的系統 然後把這些訊息再做一步地面的散播 它的觸及率看起來一開始不會那麼的大 但是它會鞏固每一群每一群每一群人的想法 這個時候讓大的新聞打出來 下面的這些群組在理解上面打得當大新聞的時候 就會產生認知的偏誤 那就是非常成功的一次資訊攻擊